朋友們好 吳戀辰 今天在節目裡面跟我們聊天的是 我們的妹妹 美秀 剛剛提到她人生裡面非常大的一些轉變 毫無計畫的 但是一步一步走上去了 走到舞台劇 現在再加來的是 走到另外一個階段 那個階段叫做電視劇 偶像劇 變成所有人的媽媽 為什麼 你什麼時候開始走 會走上電視 是什麼樣的意外 走上電視 好像是拍完廣告 你是先拍廣告嗎 先廣告 所以很了不起 那時候有人會去 應該是看過你的舞台劇還是怎樣 沒有 沒有人知道我是舞台劇演員 可是那時候為什麼會去找你演那個 廣告是因為阿勳 那個黑道那個其實是阿勳寫的 阿勳跟北安 然後他來看 黑道還有這面骨是阿勳寫的 阿勳跟北安 混蛋 對他一直很想要寫那種 那個黑色幽默的戲 結果他就寫了 結果他來看的時候 他其實不是很喜歡看那個舞台劇的 對他到現在為止要這樣講 對對對 混蛋 他來看的時候他就覺得說 我不像那個妻子阿 對 不像那個大哥的女人 他說這個人應該還蠻好笑的吧 怎麼會叫他來演呢 然後後來有一次那個侯堂要audition 他就說他想找這個人 就硬要找我來演就好了 其實他們今天內定好像是敵音 然後廣告商有廣告商的說法是說 他們要找個有名的 然後阿勳就跟他講說 有名的沒有用啦 請講沒有用 然後許捷輝也跟他介紹我 他就覺得真的這麼好笑嗎 他說看黑道的時候就不像 就後來就找了我 然後我就去演了那個侯堂 侯堂之後就很多經濟公司都打來問啊 什麼的 那我剛開始 你那時候還沒有經濟公司喔 都沒有 都還是舞台劇演員 我那時候先演的是八點檔 八點檔就演人家的媽媽 就演女主角的媽媽 就演演演演演演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就演到偶像劇了 偶像劇是因為蘇莉妹那邊吧 蘇姐那邊 因為那個陳明章導演 他要導一個偶像劇 然後就找就是找媽媽 然後就說那叫美秀 因為陳明章導演他很喜歡舞台劇 而且他很喜歡用舞台劇演員 就找我去演的那個 那個佳母島那個 最後一次什麼什麼愛上你什麼之類的 就去演 然後就開始就一路就一直演 偶像劇的媽媽 可那可見我有誤解 我一直以為那個是應該之前 應該是應該是 應該演那個什麼姜母島那個應該是 那是你第一次演 連續劇嗎 偶像劇 偶像劇 是連續劇之前先演 對 連續劇先演了 所以這個東西又是一個例外 也同樣一個例子 我記得我那時候拍電影拍太平聯國 然後裡面有一些演員 那我其實不喜歡用那種 形象很固定的老太太老先生 這樣我就去老人劇團找 就找了兩個人 一個叫吳天羅 他是很有名的民間藝人 現在已經過世了 那後來就找了一個叫呂秀 呂秀 那就是演那個 吳天羅太太演村長 那也是很意外 剛好那時候要拍一個廣告 拍那個牛奶化身 你秀阿姨 對 然後要找一個阿嬤 那我希望他有一點優雅 然後耳朵聽不見這樣子 吼 那也是我也是推薦他 那當然 那時候我沒有廣告公司 只是對客戶 客戶也搞不清楚 這個人是什麼 這個人是什麼東西這樣 那那個廣告 因為我自己要當演員 那所以就阿勳 又是阿勳就死交 阿勳來當導演 阿勳來當導演 因為那個預算 那時候因為預算 好像有預算的問題 我說那個導演 我就不要當這樣 我也沒想到李秀 後來是因為那個廣告 對 然後就是 電腦的拖刀這樣子 我到現在為止 那個腳本是我要寫的 可是我 我到現在為止 還不知道那個有多好笑 可是好像 也就變成很好笑 很好笑 這個李秀也就紅了 後來他還是演了非常多的 對大愛戲 我都還有碰到他 對 那那個廣告後來拍很久 拍到有一陣子 我就覺得他太累了 他演電視劇 演得好像太累 為什麼到現場拍戲 他竟然有辦法拿一個 那個牛奶花生 講話喔 講得這樣滴滴答答沒關係 可以講到睡著 那真的太累了 就是那時候 已經覺得這次非常累了 那時候我現在其實在講說 你演過舞台劇的人 當你去演一個 必須要停機分鏡 停機分鏡 這樣情緒一直要打斷 嗯 你怎麼去適應 很難 真的很難 會因為他喔 他那個就是會跟你講說 啊你那個 但是還不錯啦 就是因為舞台劇演員嘛 你就知道說 在那個時候 你要把那個情緒 hold住 然後再來轉到 另外一邊拍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怎麼樣 其實多少 就少要這樣磨磨磨都會油掉 嗯 可是本能真的就是一個 我覺得是靠經驗吧 嗯 或者說是因為舞台劇當初的訓練 對對對 然後像這個 我們去演四季 就很很棒 就像舞台劇一樣 嗯嗯 好像他take嘛 情緒一直連下去 對跟不上的 然後到後來去演偶像劇的時候 其實就還好 因為我剛開始演偶像劇的時候 因為那個導演喔 他很喜歡 我覺得是靠我每個導演的 一些他的想法 嗯 像陳明章就很喜歡就是一個 全部都演一遍 嗯 你哪邊拉死沒關係 我們從那邊接 嗯 他就喜歡從頭來接 我知道就是讓情緒走 讓情緒統統一一切 對對對 然後其他我們再來用補的 嗯 所以因為他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我們要去配合別的導演就很累 嗯 你知道就是因為我們有時候喔 像女主角在演 我們要在旁邊戴肩膀或什麼的 我們的情緒都跟得來真的 嗯 然後再哭不出來我們還要再演一次 嗯 我都哭了稀哩花 他還沒哭那怎麼辦 嗯 你知道就是 有時候就會覺得 唉 那如果導演你聰明一點就好了 嗯 你知道嗎就不用讓我們演得那麼累 嗯 對於舞台劇演員去演連續劇或者是偶像劇 其實一點都不怕 那當然當然當然 對一點都不怕 因為在台上我可以用情緒這樣撐住兩三小時 我去撐他一分鐘兩分鐘那是小時 對對對 但是我要問的東西就是說 因為現在特別是偶像劇 嗯 偶像劇很多的演員 基本上他是沒有經過戲劇訓練的 對 他可能要唱歌或者音樂有名 然後就來了這樣子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過程裡面 在工作上面 你通常會遇到的最大的困擾是什麼 嗯 偶像哭不出來 嗯就是他進不了情緒 對進不了 然後還有很多就是你會覺得很生氣的是 哎呦這 因為我們都會在旁邊看嘛 有時候他演 我就哪 我聽不懂情緒啊 他沒有情緒 怎麼導演會過關呢 嗯 你知道自己就會開始洗洗涼 嗯嗯 就覺得說你 可是我們不太會去跟他 講這個 對 因為 就怎麼講 他們偶像有他們的 例如說他們 不會像我們一樣 一直腦子一直在轉 我今天要拍這一場 我腦子一直在轉 說啊這個媽媽等一下會怎麼樣 但是我不會演出來嘛 就是 可是我看他們好像都沒什麼事 嗯 就好像坐在那邊 也不準備 嘿 就 可是你不好意思去跟他 但 用功的就 我覺得那是天分 嗯 用功的很用功 但是 他轉折轉不到那邊去 嗯 就是演了然後就一直重來 一直重來這樣子 嗯 那我們在旁邊我們就必須要陪著他 然後到後來受不了的時候 才會去跟他講說 其實你可以用別的方法嘛 要用什麼 他才 真的喔好像可以喔 嗯 然後才來 然後看導演要不要 嗯 就這樣 嗯 不過還是有時候不一樣 就是說 因為舞台劇大家 我常講舞台劇是很有趣的部分 的東西自己也弄過那麼多 那麼多的不同類型的東西 我說舞台劇最巧妙的東西就是說 因為我們兩個都在台上 我們必須把這個情緒堅住 所以當你很弱的時候 我必須要補你 我甚至要要把我的情緒壓低 來配合你嘛 嗯 然後再來就是說 我們要互相cover 嗯 你不對的時候 尤其到你還要跟我拔戲 對啊 尤其他你常在辣詞 你不知道哪一句 你這句是要講嗎 不要講啊 你是不記得還是 還是什麼要講齁 這是隨時在備戰狀態 但是 那個默契又在 有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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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契又在嘛 就是說 舞台劇他常常是這樣 說不管你所有人這樣混下來 經過一個夜排練 兩個夜排練 到時候上台的時候 你再不捨就捨了 嗯 再不捨就捨了 所以我常常有時候看 我有時候打開電視看偶像劇 就很容易看出落差 就是一個很優秀演員 跟你很low car的演員 弄在一起有沒有 會讓我很尷尬 會讓我看 連我看的人很尷尬 所以有一次講一句話 就被得罪了嘛 有好像哪個雜誌 還把這句話轉載 就是我的意思是說偶像劇 讓我常常看到 幾個長得很笨的 很帥的笨蛋 就長得幾個長得很好看的笨蛋有沒有 在講很很笨的戲 就是那對白有喔 誰的還不錯 給你們講到 真實在是二十六六 你們說不定 他們臉在臉講那句對白的意義 到底是什麼東西 他自己都還不清楚 我們怕這個東西是這樣子 我們其實跟偶像演戲說真的 他們有壓力我們也有壓力 我們的壓力是說 我們常在演人家的媽媽 如果今天你是偶像 我連碰你一下 你都沒有辦法讓我碰的話 我跟你講 你看我們拍一個偶像劇要三個月 不會有感情的大家都在客套 可是到了舞台劇不一樣是 我們要相處只有一個多月 我們可以因為平常 哇講話一直講話 那個自然放鬆就慢慢慢慢熟 那個進去就很快 對沒錯 可是偶像劇就是我覺得 偶像嘛 他就把他包袱在那邊 真的會害死他們 對所以我常常講說 當然這不是我們的工作範圍 只是有時候你作為觀眾 在那看那個戲劇喔 你就明明看到說 花同樣的時間去做一齣戲 對 你為什麼不把你的身段拉掉呢 你為什麼不把你身段拉掉 你為什麼不好好把你自己投 就投入那個角色 比如說 比如說我有時候去拍戲現場 我有一次在拍戲現場的時候 有一次拍廣告 也是拍某人 我在現場真的很生氣發飆 我說 你們不去教他怎麼演這個東西 你們不去拍攝 你們只在乎我一行腳的時候 跟我補妝 對 就是一行腳 我開始就起床了啦 怕了啦 什麼粉都來這樣子 那這個過程我不是 這個過程是我要的時間欸 我要跟他怎樣 我管你那個東西 那不重要 就是說那個部分其實差差異不多 我只要在你這個對白 或是一個轉身一個眼神的時候 它是對的 所以有時候 有時候就是講說 你剛才說 當我看到你某些部分 當我知道你是宜蘭那邊出身的 我就應該 我就那時候很清楚說 如果丟什麼東西給你 應該 你應該很好 比如說 我以前拍廣告 像拍清國電子 常常用那個飛眼炎 那飛眼炎有時候很好用 嗯 但是你要有技巧 你要有技巧 比如我記得有一點 我自己很開心的一次經驗 就是 像要拍一個過年 然後 一個女生 女生是洗頭髮的 然後拿錢 爸爸來看 那個是前一年的 另外那個是 那個是劇團的演員 那沒問題 那下面 第二年是洗頭 洗頭的小妹妹 她拿錢要給她媽媽 媽媽接過錢走出去 所以我要一個鏡頭是 回頭看她女兒 就拿到錢的時候 回頭看她那女兒 那個眼淚是冒出來的 然後又要假裝 然後走人這樣 那個很難拍 真的很難拍 而且 你要一個飛眼炎 做這個東西真的很難 所以我把這個鏡頭留到最後 留到最後 我想說 我用時間跟你換 慢慢來 甚至還開玩笑說 不行了滴眼藥水 什麼東西 三間半月 後來我覺得 這個人真的是很可愛 我就把她叫她旁邊 因為她拿劇本 她只看分鏡表 她也不是很懂 那我們前面都要拍那個 那是一個媽媽 我就跟她講說 現在就是要拍 你們女兒就去 洗到廚室 不是還要加班 回頭 我當然拿錢給你 你拿到的時候 你拿到 像這女兒這麼高興 像我女兒都想說 怎麼自己這麼無靈 還要讓我女兒去受苦受爛 到過年了 不然回來吃飯 還要回來回來 我講到這邊 我只講到這邊 她眼眶已經發紅了 所以我跟她講說 所以你這場就是這樣 外頭一個 不可以拿出來 你可以怎樣就怎樣 她說我告訴你我了解 她說好了解 我就把機器打開 我說你會開始 就來 她就背著我 轉身 停頓 演列出來 轉身過去 一次OK 那我為什麼說這樣 就是說 因為那樣的演員 年紀到了 而且你跟她訴說那樣的過程 我想她了解 她絕對清楚 尤其是我們跟她說 我們跟她說 怎麼一個女兒這樣 我們這麼沉悶 讓她的女兒這樣 就說到自己的問題 她自己就那個部分就出來 所以我常常覺得是說 偶像劇會讓我覺得 有時候看起來是尷尬 就是說當然 是這些人 他並沒有足夠的生命經驗 或者說 在這一場戲的情境裡面 他沒有負責說明的人 他沒有時間 或是沒有把這個人說明的很好 但我覺得他們比較好一點的是 因為他們從頭演到尾 那我們其實是 這些配角全部都是後面 穿插進去 對他們來講 他們很棒 他們情緒是連貫 可是我們是要穿插進去 我們大部分都是 那種很開心的時候會出來 很悲哀的時候會出來 那我覺得那是一個演員 他有沒有學習那一場的氛圍 他有沒有把那個心打開 像有時候我聽你講故事 我會自己不知道 就是跟著進去 然後眼眶真的會紅 因為會想到很多自己的事情 可是這個時候 我是聽你在專注 在聽你講故事 所以我會聽到 你講這個故事 我自己心也會算 可是那個偶像劇演員就是 我不知道他們是緊張還是什麼的 你知道就顧慮很多 我覺得包袱太多了 然後完全就是一個 還要培養情緒 沒有時間了 你還要培養情緒 光已經快沒了 你還要培養情緒 所以你之前 你之前為什麼 看到那個腳本身 沒做心理準備 對啊 這個東西是 你隨時來 就是一次要OK的 一次要到位的 那個才會那個 才會有那個氛圍 還才會有那個 當時的那個 那你像我們全部 等你一個人 那就表示是特寫 然後特寫 再拍出來的東西 就不好看了 對啊我覺得他們 他們沒有把那個心打開 然後去聽你講 講這些 有的偶像會這樣 有的偶像就不會 所以我 有時候看看偶像劇 有時候看看偶像劇 我覺得蠻好玩的 就是 當然也不是壞事 就是 我常常忘記主角 但是配角戲常常很好看 對 就是那些配角的戲有沒有 常常很好看 如果主角不在現場 或是這些所謂的 離開主線的 或是沒有男女主角那些戲 對 但有時候是 還不錯的 不是不錯 因為這些人就會變成是 像你們這些人的戲 那時候會變成 他那個好像是活蹦亂跳的 就是 有那個 有生命力 有那種生命力這樣 對啊 可是他們想看的是偶像 你知道嗎 就是他們兩個的戲 我覺得偶像劇 可能是因為偶像的關係吧 他們都會覺得說 他們來這邊就是要談情說愛 他們少了一塊友情 對 所以這個東西有時候 我也跟人家講說 我就不相信 我就不相信偶像劇可以排出生活 為什麼 因為日本這方面 才做得太好了 真的做得太好 我常常開玩笑講說 我最尊敬一個日本的 通俗劇的編劇 他唱本聰 我那個看過他太多戲了 他太多了 那個什麼來自北國 等等等等 那個也是偶像 當然啊 他裡面 但是裡面幾乎是每個配角的戲 跟所有的主角的戲 你都可以看到那種 真正的生活的面跟情感的面 我想最重要的東西 是人們每個英文 對教本太了解 然後整個情感 是完全進入到裡面去 所以有一次我就跟他們 跟他們搞完笑講說 啊 偶像劇 那些偶像人要搬戲 最好啦 為了自己要煎倒 三十幾個月 這戲還沒開拍之前 要先一個做一個集訓 就是做這個東西 整個戲的東西的 非常詳盡的一種了解跟訓練 不過我又講回來 我們不是做這個度的啊 稍微只是旁觀者的一點點意見吧 我們休息一下好了